这三年刚刚您说 什么意义要往前冲嘛 往前看 改变这个现状 现在还有什么特别想尝试的事情吗 没有 我今天就是 下一个任务就是 建立万维杀鱼苗计划 吸引全社的智慧 服务 我们不是管理 是服务全社的智慧 为你服务 我是92年 通过朋友的介绍 到兰德集团来的 来的时间是 92年的5月8号 大兰德报道 开始嘛 我印象不深刻 只是在四川日报上 看到为全运会 捐款200万 这样一个信息 我就觉得这挺不错了 它处处为别人着想 尤其是对我们员工之好 连我老婆都说 那哪儿去找那么好多老板 您觉得他这次出狱 可他之前变化大吗 身体变化大 那确实不如以前了 尤其是他家园里面发生过老医学以后 他那个腿走路走不大纹 但是四川日报还没退化 您对他这个新计划有信心吗 我当时肯定是最有信心的 如果我都没信心了 其他人就没信心了 所以下一个任务就是 建立万为杀鱼苗计划 我估计今后就可能成为一种企业形式 如果马云知道了 可以发大财 马云他不知道 他也不想 他也很 一个人都会 那么你告诉我们吧 我们努力一下 大家都可以发这个财 我们不是专门干这个事 我们公司马上 可能我估计两三个月之后 我们就会宣布 我想其实到处的这样 全世界目前的黑田恶事件 灰心灵事件 一些不可理喻的事件产生了 比如说或者保守主义 或者是民粹主义抬头 全世界不能解决问题 为什么呢 全世界三百年来形成的持续 根本上受到冲击了 要解决这个世界局势的核心 就一定有新的生产方式要产生 这种新的生产方式 它一定是以智慧 我就说创造力 为中心的一种生产方式 所以不再是以强为中心了 不再是货币为中心了 是以智慧为中心的生产方式会产生 财富创造出来了 如何把这个财富量化难了 马克思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量 价值等于社会劳动平均时间 谁算得出来的社会劳动时间 算不出来 稍微一转化就传绿 花得劳动时间多长 那越笨越好 越笨越有价值 花劳动时间很长嘛 所以我们就通过很长时间 我们就发明了一套分配方法 90年我分析成功以后 我们一下 现在几百人上千人 在南东公司 都是国家机关来的 像冯伦来的就是来的 他们来什么都不知道 这工作一年 两年以后 什么都知道了 这个空手道吗 这套我也搞得来 好 我就从那受到启发 只要一个职工 提出一个好主意 一个聪明的好主意 你提出来 在我们公司生活一段时间 会得一套了 你说要多少钱吧 你干脆的需要多少钱 他说要一千万 我说我给你一千万 你折腾去吧 折腾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成功了 第二个失败了 如果成功了 我们怎么就牵涉价值量了 我怎么分配 我们分配就是把公司送给你 送给你 我们只能保留49%的分红权 不是股权 我们不能够参与你的决策 也不能够指挥你 你想怎么干 你怎么干 你把折腾烧了 我也管不了你 第二失败了 算了 就是我们倒霉 但我们怎么保证我的安全呢 我有一千个 我们就说十个吧 好说话 十个一千万 一个亿 但是聪明的好主意 它产生了的 和现在一般都是高技术 更是创新的 一般都是非常 它利润率绝对不是百分之几 甚至不是百分之几十 它往往是百分之几百 这个跟一个风险投资的平台有什么 那很大的区别 它是一套理论 第二 我们不去评估 不去尽调 也不去管它 我也不是给一点点 我给包了 把它全部封头 要找这个 找那个风险投资 你一点 我有点 天天说 浪费在无谓的事情上 你怎么知道 一个天才的想 你怎么知道 一个天才想法的价值 你怎么知道 所以你一点不担心 那个失控 我不在乎这个事 我不在乎 所以我就创造 我们现在创造了一套 不完整的 从理论上说明的事了 从实践上的一套制度了 也许八月份 也许九月份 也许十月份 我就会公开 那个万伟杀一秒计划 请大家来 愿意 相信这套的 读研究生 就研究生 做这一套 完全从理论到实践 研究生十万块钱年 住在我那 条件很好 我每年准备点花很多个衣 哪怕出来几个人 我们就够了 您怎么证明这边对他们的吸引力呢 就这边 现在有成功案例吗 我估计很快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每天现实就是个事 那您觉得您跟九一年 现在过了快三十年 二十八年了吗 您觉得你的操作能力比那时候要更强大了 但是中国不理解我 全公司不理解我 现在是不但全公司支持我 理解我拼命干 而且全社会理解我了 所以这个新的思路还是当年这个思路 还是换东西 因为我要把过程才能帮过去 以前是把过程库程帮过去 现在我力量大一些了 帮过去我就不满足的要求了 这地图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不是啊 是俄罗斯的一个 对俄罗斯地图 是俄罗斯的一个 他们有秘籍的 我们不是有一个俄罗斯的那个 刚才过去那个 俄罗斯 你告诉我满足旅在哪儿 就是在这儿 这是蒙古呢 蒙古应该是这或是蒙古的 这是蒙古吧 这是蒙古 这是蒙古 对对对 看随便吧 我们在蒙古 中国蒙古和俄罗斯 那这儿啊 那就是 您现在这计划怎么样了在这边 那很推行的很顺利 顺利是吗 很顺利 那这边主要到时候还是以贸易为主 那不是不是 那很大的计划 很大的计划 应该说 你今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应该给我 好啊 我一会给你说个道理 有什么应该给我呢 就是说我认为我们想 像整个西方开放 就像美国啊 日本啊 欧洲啊 对他们来讲呢 是把它过程才能转移出来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们这个就 把现在破机器 破设备 投资全是一个东西 投资多少亿美元 它不是多少亿现金 是破机器 打过来我们当先进设备 安装啊干了一事 我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我反过来想 当时我研究了苏联 这个整个他的经济 88年 我派一个人去了满座里 当时也开始编墨了 一切西瓜 还一切化肥 对 明显那个只要价格计算 化肥多厉害 88年啊 给我一个很大的赤字 我也如法炮制 摸点什么东西换了什么回来 那不简单了吗 你说我就选定了满座里 现在从 就是 这儿满座里是 1901年的建的站 以后才有 才有那个 哈尔滨 才到水峰河 到海神威 整个整个东北的县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93年到了这儿 我就提出一个计划 要修建一个通向西部内的桥头堡 西部内全世界 到今天为止 全世界比非洲好的 更多的自然之源 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所有东西 通过马里约海峡 为什么通过马里约海峡呢 它运费便宜啊 但是时间长啊 标准时间是50天 从我这条路走 15天最多 9天 13天 15天 这个数字 所以我就一直搞这个事 现在又搞得很顺利 您最近去满洲里了吗 我经常去 经常 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去的 去那边前面也去的 去那边去过一次 但我不是很多满洲里人 这些材料记得 你都有 开发满洲里 开发满洲里 肯定有啊 肯定有 满洲里 这就简单了 这简单 对 满洲里 蒙古 俄罗斯 满洲里 西部内的大铁路 下来 你说你要是 盛大李鸿章时代 会做什么 还不是这个事 就像中国强大 会帮李鸿章做这些事情吗 像中国强大起来 那我就成为 盛心怀了 盛心怀 爱真实 那就盛心怀了 我就成为盛心怀了 对 会担心时间可能 并不断自己这个 是 所以我一天就要跑步 一天端定身体 这是我为什么要工作 争取十年 保证十年 争取二十年的时间 那是一百岁 我天天算 就是要光学我 那个佣正 佣正 佣不是佣正 康熙 再活五百年 我经常能感觉 如果没成功的话 会有很大的遗憾吗 不 没有遗憾 没有遗憾 为什么 我知道是很长 一个漫长的事 成功不必在我 我现在已经很成功了 为什么 我至少把他发现了 我讲出来 要不是我一个人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了 听的人都知道了 也写出来了 发在媒体上了 如果整个时代 都不关心这些事情了 您会觉得 不可能 不可能 为什么 我一直讲了 经济学一个根本原理是 人成人的自立行为 第一人是自立的 第二人是理性的 马斯洛 马斯洛这个五个阶段 最后一个就是 人生价值的实现 我如何来实现 我人生的价值 我还可以这样干 所以跟着我的人 也是一样的 又不是关心我 我是关心他自己 但可能时代已经发生 很大的变化 那个价值的指向 不像过去那样 那么重要了 很重要 像那个调整风车一样 是吧 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那个那个 调整风车 西班牙的 唐尼科德 唐尼科德 像唐尼科德调整风车一样 说我不是失误 对吧 很多人会这样想 但是我不 我认为非常清晰 但是我比他细腻 因为他要调整风车的时候 他是不能调整 他是不能战战风车的 但是我要挑战 那个工业文明生产方式 就资本主义制度 不是我挑战它 是历史的一个轨迹 但您觉得 您的思维方式 有一部分 像王杜卢的世界里面那样的 天马星空的那一边 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感觉 英雄气概性 是吧 英雄气概性 浪漫主义性 对 是吧 您本身上是个很浪漫的人 是 就是浪漫主义是一个身上最重要的 最重要 最重要 不太重视那些世俗的一事 也不太考虑个人安慰 我行我说就这样干 浪漫的英雄有时候经常会 怎么说牺牲身边的人 为某种代价 没办法 我不会 那为江湖的狭义 我比谁都讲义气 这点是有名的 不过我的意思 不是说您个人的时候 就是他做的事情 因为本身是很浪漫 或者说经常是不可实现的 有很多人要陪你一块去做这件事情 他那叫信徒 谁叫你信教 我也没强迫你信教 是不是 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因为这种浪漫 还要活在 其实自己活在一个挺不真实的一个世界里 并不是现实的世界 那我是真实的世界 因为这来源一种自信 因为我看见这个过程 我看见过50年代的三犯五犯那些反右 大连钢铁我去拿个风箱 当过煤炭 我都干过 我饿个肚子 才饿死了 我经历过那些整个过程 经历过这么长时间以后我还没死 还很健康 还很得胆 得不干事 一个十几个小时 我认为我的观察是 可观的 存在就是合理的 合理的一定会存在 所以我这儿是一个 你说唐济科德也好 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也好 一个 人终于哲学思变的人也好 江小和 人慢慢主义的侠客也好 所以我干这个事 您最近在想什么问题 我最近还是 谢谢啊 我还是搞这个难得试验 我相信就是 我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 要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我认为现在这个时代 以种新的方式 新的生产方式可能产生了 就不再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方式 就像1543年 戈本尼发表天提运行论 是一个时代 相同的历史条件陈述了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在座各位 我希望你通过你报告世界 是最大的机会产生了 大发财的机会产生了 您觉得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想发财呢 你觉得 长期的贫困 五千年的贫困 给我们积累下来的教训就是 要几股放鸡 养儿防老 对您个人来说 我什么时候突然就一下子发现自己有经商天赋的吗 对钱的那种理解 对钱的 好像 我觉得他们怎么会感觉这么难呢 我想没有很难 我们觉得很难 是吧 是吧 嗯 从来没觉得很难 这是天赋 这是天赋 我在牢里边 我得可以赚钱 怎么弄呢 我没有饿死 我第一次到牢吃的 就把我放在一家 叫大耗子 就管很多贩子那里边就放在那边 有时候我想到一个身材之道 我每天给他们讲故事 我看过的王杜鲁那十六部署 王杜鲁是吧 王杜鲁嘛 五千年的开山皮组 那个监狱你为什么娱乐呢 我讲故事啊 我没力气养了 我躺在那儿 大家都要给我吃饭吃 都讲个故事来融资是吧 讲个故事来给我吃饭 至少是我真的 我现在就挣了钱了 对对对 我就活下来了 我这样活下来了 所以这个模式很早就开始了 后来不讲更大的故事了吗 讲卫星的故事 是吧 讲飞机的故事 刚才我说的 那个故事就是 金融本质是跨时间的价值交换 你要讲个故事 这个保证的故事一定成功 自然有人把钱给你 就如何能够说服大家给你 但比如说 在九十年代 您讲了很多伟大的故事 那个换飞机肯定是最成功伟大的故事 那后面的故事就没有那么成功 你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卫星比飞机成功得多 很多人帮我呀 中国最成功的华锡的美国叫李星宁 他参与了美国硅谷的筹建 他最高职务是美国AT&D 就美国国家电报电话公司的一个副总裁 是华人最高的职务了 他把我介绍给一个美国卫星之父 唐纳德 由我出面把他的卫星随机公司买了 我来跑到硅谷去 很便宜很便宜 现在想起来真太便宜了 一倍六十万美元 一个随机公司 就几个人嘛 其实如果说那个事发展下去 现在当时比尔盖斯网谈 就是八百颗卫星把把地球包起来 我们开始搞低轨道卫星 搞七颗卫星 东南亚覆盖 如果说当时我们抓起来 卫星可能变成中国非常大的产业 您本来是Elon Musk的这些事 我认为我在逐渐的认识这个时代 我这个有些成功的话 不是我的成功 这个时代进步 只是我跟着的时代走 不是我有到达本领 不是不是 但这个东西都要出现偶然性 因为偶然 你掉队了 但是你自己的问题 那您怎么看 比如说你老部下 丰伦对您那些批评呢 是一个特别了皮的战略家 但是跟下面的是脱节的 您怎么看待这种批评呢 我认为我肯定脱节 思想者是孤独的 是不是 跟您说思想 做思想者是孤独的 您怎么应对这些孤独呢 我只拼命 我不想成为一个思想家 我希望我用时间的证明 我的思想正确的 我们五十年代 学了很多马克思主义 我就想了很多 开始想中国 想何处去 但是想过去想过来 天天挨斗 思想太复杂 老师我思想复杂 说是挨斗 主要是如何能够 争取一个深层的权利 成分的问题 家庭出身 但是我不想选择投降 我认为每一个人 就每个人是在死命 1978年 高改开放 就是我要办个公司 要去实践 如果说经济学家不实践 就等于 我当时很挖苦人 那句话说得太过了 就一群老五级 要教育一下 一群小牙子游泳 他自己都游泳 他怎么能教小牙子游泳呢 这个比喻 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这反正我也不是个 经济学家 我也不害怕 我在做生意能赚钱 能吃饭就行 第一次什么时候感觉到 我真是挣了一大笔钱 这个钱对我是有冲击的 有影响 有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最早的 八十年 我跑到北京来 带上两千块钱 我就发现 我们国家的冰箱 是有极慎的要求 可是国家 国内冰箱水平非常落后 国外的冰箱 质量非常好 可是我们国家为了保障 我们自己的民族工业发展 不允许进口冰箱 只允许进口闪建 要组装 中共的组装慢慢提高技术 但任何事情都有 例外 就是什么呢 如何界定 什么叫冰箱 什么叫冷冻机械 同一个文件 就鼓励进口冷冻机械 361升以上 就叫冷冻机械 361升就叫冰箱 我就把这点看准了 请南韩定一万台 361升 定量升定制 我就算冷冻机械了 那国家不控制 大量进口 我赚了很多钱 那次赚了多少钱 1500万 8 87年 赚了1500万 巨大的一笔钱 简直 现想起来 不可思议 我那时候说 赚钱太容易了 遇到最大的一次挫折 是哪一次 好像我认为都是挫折 但是都是我前进的阶梯 我就不认为它挫折了 从来没有觉得 那个挫折是过不去的 那肯定能过去 或者说 怎么面对那种自我怀疑呢 肯定会有很多自我怀疑吧 那就是1992年 四月 二十一毫码 那怎样 一架飞机 我从广州回来 飞机掉下来了 飞机里边 我心里飞机 我把手都打断了 飞机那个 座位都扭曲了 居然摇摇晃晃的 飞到北京来了 外面死了 外面死了 我很多自死亡 都要用枪壁呀 飞机掉下来了呀 瘟疫呀 饿肌呃呀 好像都搞不死我 我甚至迷信了 你看我小的时候 几岁的时候 养鸽子 我把这房顶上去了 掉下来了 地下全是青石 石头 我的个子人很奇怪 我还想过 我死了 结果掉到缸里边去了 一个水一个 毫发无损 在九岁的时候 四九年 就那年 我认为人生最重要的 就是信心 信心 我相信我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进三进海富来 我们的老乡里来 就三代王性格 三代王 那也不怕 这是盲目的信心 因为这十多年 发生好多变化 包括商业世界 也发生很多变化 你会看到 马云这些名字 马化腾这些人 重组资源 当然是企业家 最根本的一个能力 但后面 它是需要非常多的细节来完成 组织力量来帮它完成 三代王在一个 越来越规范的社会里面 会觉得那种受困的感觉吗 不是 它价值怎么产生的呢 就是劳动价值论 它只要负数劳动的 就一定可能产生价值了 就放在那了 但为什么没形成价值呢 总差一点点东西 就价值的形成 是无数个生产要素 集合的结果 在生产要素 集合的过程中 差一个的时候 我找到一个东西 集合的差一个了 我找到了 加一点点就成功了 就转化为价值了 比如说飞机开始做飞机的时候 我们公司200多人 参与这个事儿 最后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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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要把飞机东西运出去 不要我们干 因为一个国家的 就北京地方易货贸易公司 怎么为对外贸易公司 根本不懂那套 它收1%的手续费 第一个 买飞机就买不来 买飞机非常复杂的一套 我们国家有一个 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 就委托他去帮我们买飞机 他们专门买苏联飞机 买了几十年 什么标准合同什么都有 也委托他 给了1%手续费 他的盖卡账 标准合同 模式给他执行 你想就一个飞机进来 一个东西出去 一千多个车皮 运了运了五年 我们怎么干得下来 那不可能 随机成功以后 执行这个计划的事儿 只有六个人 我想还是个办法 寻找 就把它一点点加上去 我的心情来源于这儿 是他方法 我就又回了黑格 只有方法才是 世界上唯一的 至高无上的 不可战胜的力量 那您觉得 因为所有的方法 都会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 您觉得您的方法 它的局限性有 我还不熟练 我开始干的实验 就是300个价 把家里边缝纫机给卖了 三百块钱 我属于个体户 最边缘 地在社会上 也是最底层的 当然赚了更多的钱 还想赚更多的钱 还要想赚更多的钱 越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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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一次一次 我抓进去 就肯定是诈骗来的 它传统偏见 什么叫传统偏见 你贫三百块钱 为什么干这个事 因为国家又是国有企业 又没有金融支持 所以我就给他审判 我能说 我现在应该受到审判的不是我 是因为你们标准出来问题了 你就认为一定要有很多钱 才能干很多事 我没钱 我就也能干很多事 所以媒体那事 全国媒体围剿 我就说空手道 空手套北狼 这一定是诈骗 我也喜欢读乌侠小说 还有不是金融 金融以前王独禄 他讲的最高的武功 就是空手套北人 发到金融那是前空大落仪 是不是发生金融那 这套手段了 我说我有这套手段 你还说我是 我抓起来 我大家会这套多好 是吧 您第一次看到别人说您是手骗的时候 您心里还是很不舒服吧 很不舒服 我这么这个事 以后我就想到一种光能孤独 光能是孤独 人学的阿Q精神的 光能是孤独 行了吧 就这样 好 好 没问题 谢谢您 我去锻炼去了 行 我们下次见 好 下次见 好 行 看您出本就好了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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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睡吧 走吧 走 好 我 那个 啊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